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之后确实有点后悔 原来不看电影 这个电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 当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因为它错过了其他两个比较主要的电影节 但是人们都认为如果它当时赶上的话 它同样可以拿下最佳影片 影片里阐述的大的背景是当初民主德国在崩溃之前 柏林墙在倒塌之前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民主德国处于一种经济 拼于崩溃物质匮乏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下 他描述着一个国安官员 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上尉 他从一个极其冷漠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执行者 这个国家的政权的保卫者 逐渐转变成一个恢复做人的尊严的过程 影片的开始到影片的结束 特别是影片的结束 当那个作家写出一本书来 以这个国安人员本身的故事写出一本书之后 他说了一个非常绝妙的话 这是给我的 这是我的 这样的阐述 这样的描述的过程 他描述了一个人被党性完全扼杀之后 成为这个独裁体制的本身的迫害者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逐步逐步恢复人性之后 他的人性的闪光的过程 其实这是所有人们认为这个影片当中最成功的 与此同时揭示了共产党体制之下的邪恶 揭示了共产党体制之下官员的邪恶 揭示了共产党体制之下普通人悲惨的过程 可能我们会分成三集跟大家分享 第一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所描绘的共产党体制之下的罪恶和这个制度的邪恶之处 那作为影片当中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他非常经典的揭示出这个制度的邪恶 这个制度本身的邪恶最特别的就是影片最一开始 作为国安的官员 他所负责的是国家安全 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影片的最一开始 他把一个具体的审问的例子放在了公安大学里面 放在了给他学生讲课的课堂上 这样交错的过程 大家你要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到位的地方 出了事情 他先把人抓了 他把人抓了之后 然后无论这个人是否有错没错 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是嫌疑犯 这个人是国家的敌人 他一定要在审讯过程中 把他审成国家的敌人 至于他是和不是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作为这个官员本身 这个男主角本身 他扮演的国家安全官员 他认为谁是间谍 谁是嫌疑犯 谁是国家敌人 而整个第一部分 他所描述的就是 无论他是与不是 而是我 作为国家的保护者 如何把他给制成 他自己亲口交代成 我就是国家的敌人 这是这个政权的邪恶之处 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你无论把它描绘成 这样的警察社会也好 公安也好 什么公安的破案率是百分之多少也好 这样的审判 公安的破案率永远是百分之百 永远是 对吧 至于真的 谁是真的凶手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被认 被我认定的人 他必须承认他是凶手 所以影片最一开始的过程 包括这个过程 他揭示出这个制度的邪恶 这是一个管制的社会 这不是服务的社会 所有的人 都是这个制度的敌人 包括男主角自己 只要他恢复人性 在这段讲课当中 有一个学生提到了 你不让他睡觉 这是 这是根本不人道 那作为他自己 立刻画了一个码 那个学生有危险 我觉得这是影片当中 最一开始就揭示出来 这个制度在日常生活中 他真实的一面 他的邪恶的一面 另外 另外一个部分 在表现这个制度邪恶的 是那个女主角 当他被文化部长强奸之后 那也不叫强奸了 反正就是权力强奸之后 他自己不得不 依附于这个部长 他不得不跟部长去约会 而作为影片里面的诗人 他知道了自己的女朋友 之间的这个秘密 而这个秘密 却是这个国安警察 为了能够给他造成痛苦 而故意让他看到 我们跟大家讲过 一个中共的 共产党的体制 最邪恶的地方 是打击人的亲情 打击人的情感 打击人性的一面 拆散家庭 这个国安警察 我们后面会说 他没有家庭 对吧 但是呢 他的操守做法 是要把那正常人性的家庭拆散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诗人知道了女朋友 跟部长之间的故事 诗人也理解 作为自己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是呢 当他的女朋友 被他揭示出来 自己跟部长之间 有着这种肉体 与权力之间交换时 那个女演员说了一段话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幕 这就是女演员要外出 要跟这个文化部长 去碰头了手 作为诗人 这位男主角 他知道自己 他去干嘛 就明确跟他讲 挑白了这事 你不用去 你是一个 你已经功成名就了 你有你的观众 你不用依附于他 你不用屈服于权力 在这个背景之下 女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个制度 这整个系统 我们无力抗争 你有能力抗争吗 你没有 你的朋友 全国有名的 那样的导演 他不是也选择了自杀 他的自杀 他的无奈 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制度之下 我们真实的生活 我们没有任何抗争的力量 女演员直接跟自己的男朋友 针对这件事情发生了冲突 作为男演员 作为这个男的诗人 看到自己的女伴被提他男人占有 而这个男人代表的是权力 他一点办法没有 尽管他的女伴是民主德国最知名的女演员 而他自己又是民主德国最有名的诗人作家之一 但面对权力 他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那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像这一段说的 难道我们不需要他吗 难道我不需要这个体制吗 你现实的生活的一切 你现在拥有的房子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这个制度给给予的 当你抛弃这个制度的时候 你这东西都没有了 可能你同样会受到伤害 连活都活不了 那在这一点上不禁让我想到 比如像中央电视台的那些女孩 那些那些女播音们 那我们看到的甭管是公共情妇 还是我嘴里说的公共谈语 我相信有不好的女人 但我也相信有的女人跟这个女人的处境是一样 我们不便在影片里放那一段 当那个部长占有这个女人身体的时候 是把车门打开上来 上来之后就下手了 下手的时候还跟女演员说 你要说出来你很喜欢 你想你喜欢要 这就是这个制度下的官员的邪恶 这就是这个制度之下 做官者会以用权力强奸一切 占有一切 整个的制度是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下在管理这个制度的人 拥有这个制度的人 他就拥有一切 在这个制度之下的人 对此是没有任何抗争之力的 如何抗争的呢 其实就是影片的持续的这一段 这个女人最后怎么没去呢 跟男伴吵完架 她又无可奈何 到酒吧里喝杯酒 而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安 这个国家安全人员 这个上尉 他已经听过了那首歌 他的人性的一部分 在逐渐的复苏 而他复苏的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他窃听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孤独的男人 对这个女演员 多少有了情感的投入 有了情感的投入 就是人性的一面 有所 被冰冻的那一面 有所融化 进而 当他听过那首歌之后 那个钢琴曲之后 钢琴曲就是献给好人 献给好人的歌 这献给好人的歌 那个诗人明确讲 如果真的能听懂 这个歌的人 他还能做坏事吗 他还是个坏人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了 这一段的故事 作为国安的官员 是他 劝导了女演员 回到了自己男友的身边 来以此向权力说不 以此向权力说不 所以 这人性 人性复苏的过程 是恢复自己尊严的过程 不再被权力 拥有权力的男人 肆意侮辱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这样的故事 到处都是 那在这段里面 这是被我选定的 表现这个制度邪恶的 第三个部分 这部分呢 是尚未窃听到 诗人与那个叫做 豪森的记者 和希德的一位 明镜周刊的出版人 大家在商讨着写一本 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描绘 在民主德国体制之下 那些含冤自杀的人 那这篇文章将会揭示出 民主共产党德国真实的一面 他确定到这个消息 他打出了报告 他要去把这件事情 向忠孝汇报 当他来到这个 向忠孝要汇报的时候 结果忠孝在此之前 先说了一段东西 有个学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要让他通过 而论文里头 要把民主德国 所有有文化的人 分成三六九等 如何管理这些有思想的人 如何把这些人的思想扼杀掉 用什么样的方式 影片里有很根本的一句话 谁反对社会主义 谁就是国家的敌人 这是上尉讲 就在这一段描述的过程中 忠孝描述给上尉 他们将如何把这些艺术家 看观起来 把这些思想者 把他们的思想扼杀掉 怎么做呢 关小号 你今天听到的 有关高智胜律师的遭遇 你曾经听到的 有关爱卫卫被关在小号里的遭遇 是一样的 而爱卫卫和高智胜 发生的过程 是在这个电影之后 所有艺术家 有思想的人 无论怎么样 他需要人群 他需要分享他的想法 那就把这些人 长时间的关在小号里 不让他看电视 不让他读报纸 不让他听任何声音 只给他放 让他活着 不进行任何的虐待 只要给他半年和十个月 他出来就傻了 那 作为上尉 在听到了中校的这一番陈述之后 这个时候的上尉 已经出现了自己人性与党性 这种相互搏击的过程 因为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帮了这个作家和这个女演员 并没有把所有东西汇报出来 只不过当意识到作家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将威胁到国家安全 所以他想汇报 但是当听到中校这一番话之后 他人性的一面向党性说不 他人性的一面向爱国主义说不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 而那一番陈述都贯穿了整个这个制度的邪恶 这个制度是要杀掉所有的 这个制度是要把人性完全扼杀掉 这个制度是要把人当成猪一样 凡是有思想的人将断绝你思想的来源 扼杀你的灵魂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